我是Joyco 每天早上准时跟你说早安 欢迎收听Coco早餐 你觉得最后的最后三天 他们说十三十四十五才是关键 有人说要买票也在这个时候买 然后十三十四十五会发生意外事件 也是也是这几天 那意外事件比较不会了 你觉得今天不会吗 2012就是很平顺结束啊 因为没什么激情啊 我觉得有一些人很激情啊 像邱一啊 这个不是群众啊 不是群众就影响很小 2008 2012都没什么大不了就结束了 因为已经两届了 所以你觉得你判断今年还好 我看不出有什么重大的激情啊 可是我发现现在全世界的媒体都在报 蔡英文当政之后的两岸关系 那个还算是问题分析 并不是一种情绪 这跟2004 2000差太远了 你去想一想2004 2000年的时候很可怕 2000年那个是就是国民党分裂嘛 连宋扁在选那一次 那两次的投票率都超过80 对 你就知道那个激情的动员 然后2004有两颗子弹 你就不用讲了 那所以那个时候的影响是不一样 那但是我们等一下来分析选情一下 就是总统选举 现在看起来 宋楚瑜跟朱立伦是评分秋色这样 所以他们现在 他们现在双方也毫无气宝的这种 不可能 不会气宝 不会因为主要是两个 因为至少看起来两个人加起来也没有赢嘛 两个人加起来会有500万票吧 要看投票率 嗯哼 他要看投票率 那以现在这个天气 昨天已经公布总人数是1878嘛 那如果是七成 七成就是1315左右嘛 1315 1315过半就是600万多万就过半了 对 大概1315大概是650几万就过票 蔡英文想要越高票越好不是吗 是啊 目前看来54到58之间几率是非常高的了 他如果没有到58 那就跟2008年的这个马英九就比较弱一点了 对不对 可是他跟朱立伦的绝对值会更大嘛 哦 因为有送的因素啊 那所以啊 那朱立伦就会输的比较难干 当然了 嗯 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到底蔡英文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总统啊 那已经这个可能是1月16号之后的问题了 现在是决战是国会 1月16立刻碰到四个月政府怎么运作的问题了 对哦 马英九是不是要叫这个蔡英文 这个问题很难解了 我认为除非你对总统的人家认定的职权啊 包括两岸啊 外交啊 嗯 你如何是做一个明确的交出了 他应该每个礼拜一都请蔡英文去开会才对 不然我就觉得他就承诺 1月16号以后 我认为他就承诺 不做中大决策 国安会不运作 对不做中大决策 不然他只要国安会不运作就可以了 那偷偷不运作你怎么知道 不是啊 因为行政院本来就有陆委会外交部跟国防部嘛 那决策就交到行政院会了嘛 所以说真的的问题就是 你只要不运作就好了 1月16号晚上开始 你就这个马英九的政府政权怎么看守就是一个问题了 你要公开做承诺 说以后所有的决策交给行政院会 你觉得要叫马英九 你觉得蔡英文会这样要求 不是你如果没有这样做 你法律上会不清楚吗 我现在只是在讲说 你如果要蔡英文提早接的前提 法律要前提 我一直不太懂 那个叫蔡英文提早接是什么意思了 不是啦 就是说 叫蔡英文去管行政院吗 意思是 他不可能去嘛 对啊 就说 至少那个阻隔名单要经过协商嘛 是这个意思 那经过协商的意思就是说 那蔡英文接棒之后 这个内阁还是继续是这个内阁吗 随便他 随便蔡英文 随便蔡英文 那蔡英文干嘛替你这四个月负责呢 因为老百姓认为不要摆烂嘛 那那那我让你 啊好 你来了 然后那个我跟你商量 然后我四个月做的超烂的 然后等到520之后 我就天天骂你啊 你你这个蔡英文四个月给我乱搞 我觉得蔡英文那么笨啊 不可能人事全全部都交给你啊 不可能啦 我觉得这个权责完全不 没有办法 所以我跟你讲是权责问题嘛 这是什么鬼建议啊 我觉得老百姓认为四个月就这样看守问题也是很大了 我觉得就请马英九这四个月就 而且我跟你讲一个事情啊 啊 这四个月搞不好就会发生金融危机 我们进一段广告 这些还有就两岸关系之间的变化 两岸关系还没有那么严重 真的吗 金融危机是比较迫切 哦 立刻回来了 也就是蔡英文小英主席的问题 在1月16号 投票结果揭晓之后 就汹涌而来了 对不对 因为中国的目前的经济 人民被贬值成的样子 马上回来 咕咕早餐 非常谢谢今天在现场 全球快递购的主讲人 郭正良先生 全球快递购 时间是8点23分01秒来 我们继续全球快递购 1月16号晚上开始 就是蔡英文主席当选之后 他所面临的 其实先面临的就是内政的问题 这四个月的空窗期的问题 所以当天晚上你就会建议 蛮久要承诺 这个不是内政 这是宪法上的空窗期 宪法对不起 宪法空窗期 就比如说如果发生外交危机 发生金融风暴 谁来负责 谁来负责 那当然就是现在执政的负责 我知道嘛 可是老百姓不希望这样嘛 好 因为金融风暴的可能性 真的很高 那是因为老共的 民币在那边 那里台湾车漏 他联动最大 全球股灾 所以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那个民进党里面的专家是谁 很多了 林权私隽级都是吧 胡胜正 很多了 都是金融 总体经济专家嘛 对不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可以应付吧 可是你要有权呢 要有权利 那如果有人在那边 因为我跟你讲了 那个阿扁在08年卸任的时候 就立委先选嘛 你知不记得那一次 那那个时候 选了大半 我就进去看守内阁 我那时候当提委会副主委 你是在说去的 所以我是有亲身经验 你才去了两个月 三个月 大概三个月 那我的整体感觉就是 根本不能做事 完成一团 不是因为国民党已经过半了嘛 国民党立委怎么会让你做事 然后呢 然后你 你也觉得你快走了嘛 所以你也不可能提出什么伟大的计划 你们那个时候只有两个月 对对对 到520 我知道啊 那是2008年的时候是三月选举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立委先选 立委选完之后 对对 所以整个大概到了三个多月 三个多月 就已经动不了了 我跟你讲 那如果是国民党恐怕 还有人 还有人在安排出路了 对啊 那你去想一想 安排出路就很多啊 这个安排这家公司啊 病那家公司啊 我跟你讲啊 我就已经听到一些传闻了啦 嗯 所以有一些人就要借机 把一些光股不是很高的公司呢 嗯 然后让民股变成最大股东 哦 然后他就可以去做 哦 卸任之后就可以被聘为 比如说光股是20%吧 对对对 然后他就协助他去买民股吧 对 然后让他超过20% 哦 哦 这种传闻都跑出来了 嗯 好 所以哦 蔡英文主席 哦 在1月16号晚上 他的团队要注意的是这个空窗期的问题 我我认为就是金融风暴了 然后当然两岸 基本上是他自己要处理了 嗯 如何稳住两岸 两岸是 嗯 就他跟习大大之间要 国际媒体现在都觉得 是两岸关系对北京来讲是最 最麻烦的 国际媒体 美国一定是看到这个议题嘛 因为他认为这里就 至少是一个没有九二共识的情况 蔡英文这个人根本就不暴冲行的人 他他这个人就是想就九二会谈 就求同存益之后再继续往前走就是了 那看要怎么走吗 还不知道吗 那就可以走啊 就走出一条路就行 他的贵性不会暴冲 我认为北京是可以接受的啦 他他被认为不会暴冲 而且他决定做一件事情 他会信守承诺 对啦可是重点是要有一个下台阶啦 就这样嘛 所以他跟陈水扁完全不一样嘛 这个大陆是知道的啦 已经知道了 当然知道 那为什么国民党不知道呢 每天还在那边批拔乱网 国民党有政治利益嘛 国民党他打恐吓牌已经没用了嘛 你没看北京也没怎么动吗 好奇怪这一次 北京事实上都是批民进党 没有批蔡英文 你有没有发现 那批民进党是因为党纲嘛 对不对 态度党纲 蔡英文会怎么走 北京还在看嘛 这次台杀也没感觉到 至少回来少十万人了 至少 侨胞也 侨胞本人就不多了 上次回来不到两万人了 这次听说只回来到四千人 那这次 这次好像国台办呢 什么也都没有任何 他会不会在15号那一天 突然习近平发表一篇奇奇怪怪的文章 不至于吧 他们不是这样做事的 不会 不可能 好 那如果说蔡英文又当选了 时代力量又在国会里面占据了很高的几个席次 这个对两岸关系会有什么影响 这个当然要看时代力量主张什么 因为他目前给我看到的政策就是国会改革 对啊 那对于两岸的实体主张他没有提出嘛 除了那个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对 那个也是那个国会改革的部分 对啊 因为他目前都只有政治主张 嗯 我还没有看到他对两岸啊 经济啊 社会的政策 反而 绿色盟在经济社会政策 对 他比较有左派的思维啦 事实上这两个党对于两岸 他并没有很实质的主张 当然强调台湾主体那是一定的 那是全民的共识 对对对 那我等一下要进广告之后 要请教这个正量的是 为什么年轻的时代 现在倾向于投时代力量跟绿色盟 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 年轻人的呼应很高 那原因是出在哪里 那民进党为什么不能不畏呢 欢迎收听coco早餐 全球快递go 好全球快递go 好 国民党说 这个是联合报 今天三版时尚最艰苦的选战 国会席次只剩40席将失去制衡力量 那你们呢 是担心 民党是担心 国会不能单独过半 对 会没有办法好好执政 这什么意思啊 如果你们家 请你们解释 昨天我访问陈吉迈跟顾立兄 对 陈吉迈说 有很多的法案 必须单独过半 才能够排程序啊 什么的 因为我不太 我没做过理 不是啦 因为这样 为什么你们一定要国会 因为有很多法案啊 小党一定会有自己的特些 鲜明立场 时代力量不是你们的兄弟吗 台联不是一样吗 聊一聊就好了 台联不是一样吗 台联在2012年时候 大家挺好的 那你知道台联这四年来卡过多少法案吗 卡很多 是啊 那不是一样吗 那时代也要有主体性啊 他要发展自己嘛 所以我随便举例啦 比如说如果讨论TPP 那他主张零减出 那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他用这个来卡 我是举例啦 我是举例啦 那比如说年金改革 那他就完全站在劳工立场 那对于军工教的版本 就是完全反对 那这样怎么折衷 因为你当家 有当家的 那你们就可以说 你们这个没良心的小弟弟 我们扶持你们进立法院 你们就来给我这个 那个都是口水 问题是参议人会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嘛 因为这个过去的经验太多了啦 因为每个党都有他的 他要争取发展的逻辑嘛 那以前我们是同时在野哦 民进党跟台联都是在野 这样都会不一致 你这意思说台联跟民进党 都还这四年来 有非常多的 不一致啊 而且你要知道 那时候两个都是在野党 那现在民进党如果是执政党 那你跟时代之间的差别 那就更多了 因为时代一定会有他的立场跟主张 那比如说国会改革 我再举例子 国会改革时代就有自己的版本啊 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他也有自己的版本啊 对 那不一定能协调 那就算是你们国会过半了 那他们是民心光环 时代如果这一次 时代这一次如果进国会 其实很多就很像2000年之后 清明党跟台联 那个时候清明党是30席 46席 真的吗 拜托时代差远 党一个党就46 对啊 差远 那清明党不过活了10年以后就挂了 我说一样啊 时代如果都去杯葛 你一样嘛 所以这个是时代力量的这个政治人物要看在眼里 是嘛 可是我们不能去帮他想嘛 他要自己想嘛 所以这个是你们的诉求 是希望国会过半 现在 你若有信任蔡英文 就让蔡英文好做事 你不是相信他的议程吗 认为他的一些政策是好的吗 那为什么不让他好做事呢 单独过半现在估计不分区立委 你们必须有多少席才能够单独过半 至少16 啊 真的还假的 我原来预估就是16 不然中宏赵 中宏赵怎么会辞职啊 哦 那你们政治本来就不是这样 所以你们自己评估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 当然啦 为什么要强迫这些小孩 为什么小孩要说时代力量呢 所以现在菊姐对中共之后很不好意思 所以他们这些年轻人 像我们办公室这些年轻人 他们都把时代力量当成是民进党家里的小朋友 你知道觉得你们是一家人啊 是啊 这个 那我们投一个政党形象比较鲜明的 比较有时尚感的 那个 没有 他的形象当然比较鲜明嘛 对 因为从太阳化一路下来 主要是因为这些年轻人看着太阳化学运这些人啊 所以他们有亲近感 可是我跟你讲啦 政治有很多价值啦 这个有一个价值当然就是制衡嘛 公开透明 这是属于制衡这个价值 那另外一个价值就是要解决问题嘛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蔡英文主席当了总统 希望国会民进党单独过半是要能够做事 当然就要解决问题嘛 那你认不认为台湾今年啊 是很困难的一年 会啊 我也这样认为 可是我有很多朋友里面都是民进党支持者耶 他们也认为说应该监督耶 所以我现在在说服嘛 就是说你认为 如果蔡英文一两年做的不好 那你2018年可以给他教训嘛 因为那个要有地方选举嘛 那时代也会推很多地方议员出来选啊 我是觉得说你至少要让他放手做一下事吧 比如说他有提出一大堆政纲政策 对 你让他放手做一下吧 可是马英九也是这样子也没做好啊 那你把蔡英文类比成马英九就是太污蔑人了嘛 因为他从来没有真的当家过嘛 民进党从来国会没有过半啊 那如果说蔡英文你给他两年时间你就不要讲四年 你就是给他两年的时间让他好好做事 可是你们区域立委应该好好打啊 那有人说要好好打 那你不要专门靠部分区立委 我跟你讲啦 所有的战略的布局早就都安排完了嘛 那哪些地方有剩的机会 这个大家心知肚明 所以你们的党中央那个操盘的人应该心里明白吧 心里当然心里所以才会说 为什么这三席四席很重要嘛 哦原来是这样哦 十二席四城其脉第十三名有美女 十四名领议员十五名中口哨 其实那个个别人不是重点啦 重点是有没有过半嘛 好那所以最后三天啊 民进党打的就是不分居立委的席次 我是建议蔡英文他要公开出来讲啦 说他已经讲了 让我就是说让我有完全执政完全负责的机会 请大家相信我一次 那你去说服我们这个对面这种二十五岁的小朋友 不是他要他讲 不是我在选吗 而且蔡英文的声望远超过我 这种东西都是这样 就是因为这个诉求是你提出来的 不是你们又说我们不强迫你们配票 那又要让我们 所以你要用呼吁的 你要用呼吁的 那总要有个具体的动作呀 所以本人要讲 这个别人讲没有用 他已经开过记者会了 三票啊 那个不一样 会选票 我现在是说你要你要诉求说让我好好完全执政完全负责 我为什么希望能够国会单独过半 我觉得他需要告诉我们 对对对 让我完全执政我完全负责 对 请大家给我第一次的历史机会 这种话要自己讲 我觉得也很重要是因为我们媒体也要 在他讲到这话之后将来我们要监督 当然 用这句话来监督 这就你的承诺嘛 对 你一定要承诺说我绝对不会让老百姓失望 否则你们就来检验我 这种话他要自己讲 所以我们才会选民才会给你国会 这种机会嘛 人家才会给你机会嘛 我听说时代力量对民进党的冲击在南部还更严重啊 我那个就是没有说明嘛 我我跟你讲我的例子好了 我的例子了 我2000年第一次出来选啊 那时候我40岁 那人家就说哎呀这个第一次选啊 就好像新生代你知道 所以家里如果有五票啊 就多给他一票 你在哪里选的时候就在 就台北市南区啊 那时候是多数的 那那个时候段一康嘛 那个蓝美金 他们都是现任很资深的私议员啊 那他们就说哎这个人没选过 就是我吧 家里如果多一票就多配 就你就变多多票 就是这样 所以我就跟你讲民进党的选民真的很可爱了 就是他们喜欢照顾新生代 然后给新人一个机会 fresh的这个face 就是这样 那台联也是嘛 我们以前如果家里多一票 就是我一票特配给台联 就这样啊 这一次台联的票很多都 老的就到了时代里 我跟你讲这次更严重 因为这次为什么南部严重呢 因为南部他们想说 反正总统就小英嘛 然后区域立委也是民进党嘛 那第三票就给时代好了 那民进党不是零吗 那你就知道有多严重了 民进党政党票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是啊 就是这种心理啊 哎呦 赶快抢救第一战将 陈奇迈 连蔡英文都这样说了 他要再抢救钟孔勺 这是这个菊姐 他的第15名的劳工局局长 他已经辞职了 他已经辞职了 本来以为2月1号要上任了 那现在可能会失业了 那不管怎样了 这个政党票到底他的纠缠是什么 就是说可是也很多人在理念上认为 应该给有理念的小的政党 这个一个机会啊 现在他们很多年轻人 我们很多年轻人这样讲 我们身边要投绿色盟 其实 其实那个区域立委我们都支持啊 我也很希望黄国昌林长佐 洪志勇都得够当选 事实上民进党出权力在支持他们 有有有我昨天问了党中央他们说对 我们现在还是区域立委 还是支持时代力量 所以选民民 人家民进党有全心全力在帮区域立委的这个 像我的我的好朋友 跟那个洪志勇 林长佐 是洪志勇的总管室 主委 主委啊 对 他老婆几乎每天陪他扫街 哦 对 然后林国庆已经住在台中住了一个半月 很久了 对 那也是民进党的人 所以真的是我觉得我们绝对不是在要打压时代了 绝对不是了 这一点我可以 我昨天真的有问民进党中央的高层 你们现在对时代力量到底态度如何 但是我们当然全力力挺 只是说我们知道国会运作的现实了 那我们是说让蔡英文好好做事 给他两年机会好不好 如果是区域立委 这个时代力量能够突破重委 然后有更多的民意的基础 而不是被让出来的 对 那种感觉可能会更强了 当然是了 对不对 我现在时代如果说有一些年轻朋友 因为太阳化的关系 或者是首次投票要投时代 那个我们是抢不走的了 那是多出来的票 对不对 我们说实在话 我们现在只是在呼吁那些 原来投票 移过去的民进党的选民 所以你们要归队 是这个意思而已 听说一个家 那天我跟民事的 一位新闻部的一位主管聊天 他说 他碰到的就家里四个人 就有一票投给你代理了 是真的是这样 四分之一 不这个就有点像四年前 那个台联 台联本来大概是五%左右 结果李总统一爆 那小英跟李总统最后那一 那我显前置业 那死了民进党的票 跑过去将近三个百分点 我们现在讲所谓回流 是指这种东西 那台联本来就有五% 那本来就人家的票 其实我们选民真的很善良 在2012年时候 清明党 宋主席才得36万票 但是清明党也过了不分区 对不对 选民是自己会配票的 所以不要 真的也不要强迫人家 就是讲道理给他们 我们只用呼吁的 我们只用呼吁的 所以我刚刚讲了 就是大家让小英一次机会 好不好 让他好好做两年 给大家看看 完全执政 完全负责单 完全监督 当然 监督最好的就是选举 其实民主国家 你下一次选举 选的 2018 六都的时候就给他好看 我跟你讲 美国就是其中考 我问你 2018又要选举 你不要把我累死 好不好 不是 我们现在就是两年地方 好累 好不容易休息一下 又要选举了 不会 这个还好了 九合一 下次的九合一 就是科匹 对 对 好年轻人 你们被说服了吗 他们都没有点头的样子 眼睛都平静 他们在 他们在 他们知道投票是秘密的 他们在思考中 我这些年轻人 我实在蛮佩服他们的 马上回来 Coco早餐 全球快递 好时间是8点47分48秒 这个民党的部分去立委 这个提名上面的告急 到底有多少的 这个诉求的说服力 刚才这个我们听到 郭正亮教授 他做了一番分析 就是希望在一个困顿的台湾 目前看起来你说有金融危机 有这个国际股市所碰到的问题 我应该讲叫做国民党8年千疮百孔 所以需要一个 各方各面都需要 国会跟就是行政立法能够 加倍努力 当然希望时代力量进去之后 可以把他改革的诉求 能够贯彻执行 不要去跟人家导弹 对不对 应该不会吧 这个不是叫导弹 因为每个政党都有他的发展逻辑 小党本来就容易站在比较极端立场 这全世界都是这样 才能有存活空间 对对对 那我问你 为什么这些老的立法委员 最近演出都失算呢 你是在讲谁啊 国民党 我怎么知道你讲哪一位 为什么会这样 而且林玉芳为什么那么 林玉芳跟我还蛮好 我觉得他人也蛮好的 很开明 可是他们真的看林长佐不顺眼 我觉得这已经不是政党对立 是那个他们觉得这个世代的代表性 他就觉得这个不是他的那个 他特别 林长佐很特别 因为他是闪林的主唱 我觉得林长佐蛮可爱的 弄个小辫子 再放后面又怎样呢 年轻人像他这样也不多了 洪此庸 洪此庸就像林家小女孩 对 你不觉得吗 洪此庸跟杨琼英这一战 完全不一样 真的是 我觉得返乡跟年轻人投票 最指标性的选举就是洪此庸这一区 最指标性的 就洪此庸 我坦白说 杨琼英是国民党台中八席里面最强的 对 他比卢秀燕还强 如果说洪此庸真的有有办法打败他 那他真的是英雄 这个很多国民党人说洪此庸年纪轻没有历练不能在立法院 甚至连直询都不会 但是我的感觉是人家洪此庸可以在开达格兰大道上 戴着口罩都可以为他的定义 我跟你讲 杨琼英27岁就当省议员 对 所以洪此庸现在33岁 所以太年轻不是一个硕词 年轻绝对不是原因 我坦白说 杨琼英27岁那个时候也很优秀 他那个时候进省议会用五党参选 后来才加入 那进去国民党才不得不接受他 但他们都是地方服务型的 对 那现在连萧美琴也被抹黑 我觉得那个太过分 他也太过分 他把多元成家弄成都是色情片 那非常糟糕 而且他就直接给你摆在醒目的地方 这个已经到了一切的地步了 他已经有点没招 所以就开始用 把你丑陋化了 妖魔化了 花联这个地方是傅昆琦的太太徐真伟 被列名为第十名 但这个第十名能不能上都不知道 然后王庭生跟傅昆琦本来是不好 他们两个人本来吵来吵去的 傅昆琦只有请假十天了 所以就是最后这十天在帮他冲 因为他也会不好意思 对那萧美琴呢 他是上一届选2008年的时候选对不对 没选上就去跟云花联 对对对 不过这一区是这样了 县长跟立委不一样 因为立委要扣除原住民选票 所以会比县长好选 好选因为原住民多半都是 对对对对对 所以对美琴来讲 他选立委会比县长要容易 小美琴他因为他是台美混血 所以他做过去四年 他是不分区立委 然后他就去经营花联 对对对 那为什么花联会打这个小美琴 他们把他打成说他 就好像什么淫乱什么的 不是他就是多元成家 他赞成多元成家 意思是花联选民比较保守吗 他们当然是打这个算盘 应该是这样 当然是这样 而且花联基督教力量很大 因为那个长期传教的历史传统 但是事实上 他们花联有个彩虹桥 那个彩虹桥是 是因为有一个 有一个有女性同志的这个 情况的一位女生 因为她压力太大 可是你不要 那个跟小美琴没有关系 你不要原来是多数了 对 花联是很保守的 花联当然保守 可是这样子打 那个小美琴太过分了 然后其他的地方 现在最关键的 也就是亮眼的地方在哪 开票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的立法委员 开票地方在哪 我叫做确实很多 像台中 事实上 阎宽恒跟陈世凯那一区也很有趣 然后 还有呢 然后比如说 王北 王北比如说 陈元胜跟徐景文那一区 徐景文真的上来了 陈元胜太轻敌了 真的吗 结果就造成他进来的 有点困境 徐景文就在最近 一两个月就这样子 民调就起来 对不起不可以讲 他就是太轻敌了 太轻敌了 然后另外当然就是看 曾云鹏跟陈根德 陈根德也是非常资深的立委 可是陈根德下了很多广告 那可是两个人很焦灼 陈根德年轻的 新北更是如此 陈根德年轻又帅 那我当然投陈云鹏 我当然知道你这种人 你这种人是生物学取向 生物学取向 陈根德 那这个 所以陈根德 你们如果棒的话 可以拿三喜 那个就是看运气 那新北呢 新北我认为有四到五区是焦灼的 哪四到五 国民党只有林德福跟罗明才是比较稳定的 其他地方 板桥两个区都很焦灼 板桥 你们的是罗志正 罗志正 罗志正对江慧真 罗志正对江慧真 因为中间有个李婉玉出来了 对对对 那张宏露对林国春 然后 你把人家康仁俊放哪里 好吧 那中间有个康仁俊 对 还有那个 中和张庆忠和江永昌 因为这是 那也非常激烈 非常激烈 然后 这个 那个淡水 吕孙林对吴玉生 嗯 那个也是焦灼吗 呃 因为吴玉生做那么久了 吕孙林是第一次选 你很难想 他是不是还有一些 对对 成前的这个 那另外一个就是 黄国昌对李清华 黄国昌跟李清华 对 这几个地方都是开票的亮点 对对对 那基隆反而没有了 基隆因为泛男大分裂嘛 柯比昨天呢 讲了一顿这个 好龙斌的 要跟他说 跟台语 跟他说 因为刘文雄跟杨时辰 都有一定的实力了 所以好龙斌真的蛮辛苦的 嗯哼 那他当时去选干嘛 他怎么知道杨时辰会选 因为你搞不定人家嘛 你当副主席啊 你搞不定人家嘛 人家本来就期待自己要选嘛 啊就突然空降来一个嘛 结果他就跑去民国党嘛 对对不对 对 杨时辰本来是要自己参加初选 被迫退出之后就参加民国党 所以他有一个基本盘 当然他是议员第一高票啊 哇好 选举16号到底结果如何 嗯我们就看正量的预测咯 好了民进党政党票加油了 因为有正量啦 对